好 那这个推出的话也好推出 这个推出呢 就Ctrl加C 我们就可以推出了 那你说在 刚才我是在终端当中运行 如果在PyCharm当中运行呢 不用我说了吧 跟你运行普通的文件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Run它就可以啊 对吧 你可以看一眼 在这里面没有任何变化 你接这么一Run 也是相同的道理 也是相同的效果 这里面也出现了 好 这是最基本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整个了解了这样的工程目入结构 只要整个讲识了 了解了这个plus这样的结构之后 我们现在来去说明 说明什么情况呢 咱们来看里面的具体的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 是涉及到整个plus应用的 参数呢 我们分为三部分来进行讲解 第一部分呢 是什么呢 是关于flask对象 是你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flask类当中 你能够传入什么样的初始化参数 这个初始化的参数又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还要说整个工程的配置信息 你像张购里面工程的配置信息可能有单独的文件去存放 里面允许你去配置数据库的地址信息呀 配置其他的信息 那像plus当中如果也要有这样的工程配置的话 我们要给他配置到哪呢 这是咱们说的应用程序的配置参数 我们怎么来进行利用 然后第三步 咱们来去看一下 app.run的这个方法当中 允许传入哪些参数 没意思吧 咱们先去做参数的说明 咱们先看第一个 flask对象的初始化参数 flask对象的初始化参数呢 有很多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四个参数 咱们来看一下这四个参数代表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参数叫什么呢 叫做import name import name是这个flask在进行定义的时候 它的根本的名字 我们可以把代码点进来 你看一下 追进来之后呢 它的引用的方法当中 第一个参数的名字 是不是叫做import name 它是没有默认值 所以我们才定义的时候 在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才传了一个杠杠内容 作为它的第一个参数 那这个import name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flask要来进行寻找 寻找你的工程目录 那寻找这工程目录是什么意思呢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传的杠杠内容 杠杠内容应该代表的是我当前的模块吧 对吧 是我代表的是我当前的 所以呢 它将相当于 我一旦把这个地方传入了一个杠杠内容 传入杠杠内容 传的什么意思呢 传的是当前的这么一个名字 我把这个名字传进来之后 就代表当前的主模块 然后呢 那flask就知道了啊 你当前的主模块不就是他吗 那紧接下来 他就把这个主模块所在的这个目录 当做整个工程目录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第一个参数的作用 是用来寻找整个工程目录的 那寻找工程目录干什么用呢 那它的作用就在于是说 你的整个工程当中 可能不仅仅只有一个文件呢 你可能在你的web应用当中 需不需要去提供静态文件呢 有印象吗 是不是可能会提供静态文件呢 好 那你静态文件放到哪呢 那我们可能单独的给他放到一目录 比如说我就在我的code里面 创建一个static 叫做静态目录 我就把我所有对外提供的静态文件 都放到这里来 那么flux里面可能还涉及到模板呢 那你模板文件放到哪呢 好了 我也在我的工程里面 可能也需要有单独的一个目录 叫什么呢 叫做templates 我给它起这个名字 好 那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了 它顺着这个名字 找到了整个工程的目录 叫做code 它的意思就在于 那它接下来 你整个工程里面的静态文件 跟模板文件 不需要你在程序代码当中 指明了 它不需要你指明了 它会自动把你找到了code目录里面的 叫做static的 叫做静态目录 它直接在这里面去查找静态文件 如果你在视图当中需要渲染模板了 那模板文件 它直接去这个里面的template这个目录 进行查找 能听到意思吗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名字是用来指明当前工程目录的 一旦指明完当前目录之后 flask就在这个目录里面 默认情况下 以static目录去查找静态文件 以template目录查找模板文件 这也不需要你在程序代码当中 进行任何指明了 能听出这个意思吗 那可能同学不太理解的一方在哪呢 你去想一下jungle jungle你如果想要去利用静态文件 或者去利用模板文件的话 你需要怎么做 你是不是需要在你的settings的文件当中 那个.py文件里面 你得去配置两个项啊 对吧 这是在jungle里面 你在jungle里面 你得在setting.py文件当中 你得配置两个项 一个叫做什么 static 这个具体名字可能不再清了 叫做dir吧 一个叫做template dir吧 是不是让你在这里面 你得去把你哪个目录 是存放静态文件的 哪个目录是存放模板文件的 你是不是在这里面指明啊 对吧 你得在这里面指明 告诉他啊 static这个目录 是存放静态文件的 然后呢 template 这个目录是存放模板文件 有印象吗 是不是你指明 好 刚才我们说了 plus这个地方的作用代表 你不需要怎么去写 你只要告诉他 对应的主的工程目录是谁 他自己去目录里面 去找这两个目录 去找文件 能处成这个意思吧 这是第一个 import 他所对应的作用 参数 参数 参数当中 我们讲的第一个 就是import name 你放的name的作用就在这了 好 那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之后 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是不是就真的像我们刚才所去说过的那样子呢 我现在呢 先不去使用这个模板 我们只要有一个静态文件 实际上就够了 好 那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在我的桌面当中 我现在当前就截一张图片 我叫做1.png 然后呢 是放到我的桌面当中了 我把我的1.png文件呢 放到我的 刚才这个工程目录里面 扣到里面来 按照刚才他们说 这个静态文件 是不是得放到static里面 然后他才能够自动给你找啊 对吧 我给他拖进去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我的工程目录里面 static目录里面 就有一个1.png了 好 我的程序代码 没有做任何的变更 看了 没有任何变更 然后我现在直接启动 你现在怎么启动都可以 那我直接就在这里面 开刹目当中的启动方式吧 我在这里启动了 启动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访问静态文件 我要访问静态文件 怎么来进行访问呢 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得去加上一个 前缀呀 声明我现在访问的是 静态文件吧 所以是static 你猜对了 就叫static 然后后面呢 是1.png 好 来看一下 我刚才截了一份图 是不是拿到了 对吧 你在这里面 有看到我去指明 哪个目录是静态目录吗 没有 所以它的作用 就在这个地方 它自己帮你进行查找 能听这意思吧 好 那这个地方参数呢 也通常来说 就传的是杠杠 那个 传的就是指明 我当前的主模块 所在的目录 那你这个杠杠内姆 实际上对应的是什么类型 就说flask 第一个参数import 刚才我们说的 第一个这个参数 import内姆 应该传什么类型的数据 是不是传一个字符串呢 我一说这个 这个又跟不上了 好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 刚才这个地方 应该理解清楚了吧 好 理解清楚之后 先停一下